那寫入的部分的話,做個總結啦 其實不外乎第一個,以後的話你就是先 第一個,可以先 把檔案怎麼樣 可以先讀進來,那讀的話一定記得,用realize 就是一行一行,然後再切割 所以未來以後,假設這個檔案也許是檔案,或者是說這個是在網路上面的,雲端上面的資料 其實也是類似的方法 只是說這個檔案是存在我們電腦,那未來如果爬蟲的話 那檔案可能在別的台電腦上面 那我要把它抓過來,一樣啦,把他抓過來一定就是先 切一行 然後再切他個別的 然後再塞到資料庫 也就是說爬蟲到的東西,你不能爬到之後 就算了 就看到就OK,沒有啦,一定到爬下來的東西 寫到資料庫存起來 那比如說你可能有 假設那個資料是 一段時間更新的話 那你就是一段時間去抓一下 那就可以把它一直寫到資料庫 OK,那這種做法其實還蠻常見的啦 類似像這樣 所以喔,這個部分後面我們會衍生就是說 如果衍生到那個爬蟲部分的話 一樣還是會遇到 類似的概念 包含就是說呢,怎麼樣去切 切資料 切完之後呢,一樣會放在串列裡面 所以這個可能要熟悉喔 第二個的話,如何再把切完的東西放在資料庫裡面 所以你資料庫一定要建一個資料,新的資料庫跟資料表給他 然後欄位看擠欄 反正他有擠欄,你就要 給他擠欄 另外的話呢,他來的資料是哪一種形態 那你就要給他對的形態 但如果你 實在是不確定 應該你用test就好,因為test好的時候 他不會限制 OK 然後呢,再來就是 建資料庫 建資料表 然後呢,再把資料寫進去 那寫進去的話呢,主要是用到這個format 前面有幾個大瓜糊 那我們後面的話呢,就給他幾個 我們需要的變數,所以中間加豆點啦,所以剛好這邊五個 前面剛好五個 只要你這個 對應關係沒有做錯的話 那理論上寫的應該是 會蠻容易就成功的 那當然呢,我是建議啦,如果你還不確定這個 上面的seql語言 語法是對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先print它 然後 確定沒有問題再寫進去 不然的話,這真的要一次就對很困難 OK,這可能要跟各位 說明一下 那另外的話就是刪除舊資料表 叫drop table if it is OK,這個語法寫在這裡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需要把結果查出啦,其實查詢很簡單啦 查詢其實不外乎,主要是用這個語法,叫seql 我把這個語法放大一下 seql就是 有點像是 如果用ecele來比喻的話,ecele裡面有篩選啦 seql有點像篩選 後面這個信號指的是全部的欄位 因為我們有五個欄位 當然如果你將來只要其中的幾欄,就是 看哪個欄位名稱 你就是 他可以 截取 你要的欄位 然後 fran後面再加那個table名稱 然後呢 一樣丟給那個 就是 資料 這個資料表物件 那他就會去資料庫幫你把資料抓回來 那抓回來之後的話呢,我們就是再把它print出來 所以 這個是查詢結果 我把這一段 Ctrl C 我直接拿範本來用 這邊呢,我建一個空的 然後把它直接貼上 好,那這樣的話呢,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他就再從那個資料庫裡面呢,幫我把資料全部都抓回來 總共50個會員 沒有問題 那裡面的話,可能要特別注意的部分 就是呢 你會發現 在我們print的時候,你會發現 因為呢,他丟給我們的資料裡面 並沒有所謂的欄位名稱 所以呢,這個欄位名稱 我們必須要自己打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上面有個print的這一行 這一行是 我為了對應底下的資料 所以先 自己 輸出那個欄位名稱 不然理論上,他欄位名稱應該是ABCDE嘛 所以上面這個是要自己打的 那底下這一行就是說呢 我把 他所 丟回來的東西,他會放在Cursor裡面 我前面講過 這個Cursor 實際上就是 所謂的資料表物件 那這個資料表物件就是他得到的這個表 如果你要把他全部 讀出來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有一個寫法 叫做 For each的寫法 也就是說呢,在這個表裡面 的每一個資料喔 OK,他沒有上面這個東西 幫我一個一個的讀 顯示 把它輸出來 那要怎麼樣顯示出來喔 就是說呢,我可以把這個這個表的其中第一個 先放在這個Raw裡面 這個Raw是一個變數 其實就得到這個東西 那當然他是分開來的 有點像是那個 List2這樣子 那第0個的話 就是編號 第一個的話就是 器皿 這就是第四個 0到4 所以呢,我們要輸出的話 假設說我今天輸出 希望 中間加豆點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一樣喔 用format來輸出 其實最簡便的 也就是 5個喔 所以我裡面有5個欄位 然後呢,我就從後面呢,抓第1個的話就是 Raw中瓜糊0 就是剛好抓到第1個資料 Raw中瓜糊1的話就抓到姓名 好意思類推 有沒有第3 然後後面一樣是第4 那這樣輸出的話 就會得到我們要的這個 全部的會員資料 好 不過 我們之前好像做過一個練習 就是說呢 假如我只需要 裡面的兩個欄位 姓名跟手機 然後呢 另外如果我只需要 前10個會員 可是喔,在這裡怎麼做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呢 你也可以把它當什麼 類似像Excel的篩選 篩選其實也類似功能 但是呢 如果你只是要姓名 跟手機這兩個欄位的話 那第1個啦,我們分兩階段來做 第1階段就是 先把它全部查出來 那第2個的話,我們就是 假設我只要 姓名跟手機好了 可是特別注意喔 我們在建Table的時候 還記得嗎 我的姓名在B欄 我的手機在B欄 有沒有 所以呢 你這邊可以這樣 slate的後面 信號指的是 A B C D E全部吧 如果你只需要 B欄 你就是打個B OK 它輸出 直接輸出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會出錯 為什麼出錯呢 因為這個 這個有一個欄位 這邊有五個坑 不對啊 所以大家改 那如果你還要 那個手機的話 你就在 再逗點 再加個1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姓名 加手機 OK 這邊改了 對不對 那底下這個兩個地方要改 也就是說呢 藍位就不需要五個啦 我只需要姓名 跟什麼 跟手機 兩個喔 所以藍位名稱剩兩個 所以如果你只要兩個藍位的話 然後呢 底下也是一樣 兩個嘛 所以呢 回來 其實 所以 得到的就是 只有兩個藍位 那下面接的話 也只要兩個藍位 那format後面 也只需要兩個 所以0跟1就可以了 所以把那個什麼呢 2到4 翻掉就OK 所以你會發現喔 改了幾個地方 一個 信號改成這樣子 B跟1 然後兩個藍位名稱 兩個瓜糊 取兩個資料 放到前面去 然後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好執行 你會發現喔 得到的結果就是 姓名跟手機啦 有沒有 主要是B跟E 第一階段完成 那第二階段你想說 老師 那我只要前10個會員呢 1號到 10號的會員 其他 不要的話 怎麼做 跟各位講喔 再來喔 如果你只需要前10個會員的話 你可以在哪裡呢 在這個slate語法的後面 加上一個空一格喔 後面其實可以 加上一個 叫做會員的敘述 會員的話 顧名思義嗎 哪裡 哪裡其實是下條件的意思啦 你的條件是什麼 那條件的話記得喔 後面記得就是跟他講說 我的條件是根據哪一欄 那我其實最簡單是編號好了 應該是前 編號應該是在1到10號 那1到10號 編號我們是數字嘛 所以數字的話你可以用什麼大於小於等於 所以呢應該是什麼 那 編號應該是哪一欄呢 A欄 所以A欄就好 他應該那個 他抓的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小於 小於11吧 有沒有 小於11的 或者小於等於10也可以啦 反正兩個去都可以 那我們用小於11好了 A 所以喔 後面的話你可以設個條件 這個跟篩選有點像 你如果用Excel裡面篩選一樣 哪一欄 的什麼條件 如果他是數字才可以用大於等於小於這種 這種比較喔 那如果文字就不行 文字要like like的話是比他的關鍵字 那如果說我假設呢 再增加一個 就是說我只要前10個會員的話 那我就增加一個條件 叫會 A小於11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只會抓到 前10個會員 OK 那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以 別的條件 可以啦 反正你後面 會有 你要抓哪一個會員的資料 你就可以從這邊去做變更 A 就是哪個會員的編號 那 B的話呢 就是哪一個會員的名稱 所以待會我們也許可以再做一些查詢 比如說呢 我們常會用什麼查呢 用姓名來查 哪個會員的資料幫我調出來 有沒有 那如果說呢 當然你如果不知道全名啦 你可以至少知道他的姓吧 知道他什麼名字吧 你可以打個關鍵字 資料可以調出來 或者是可以查什麼 查他的 生日 血型 還有什麼呢 裡面 還有其他資料 如果假設我要 做這些查詢的話 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查詢 主要是在這個 你們可以參考第五十頁這一段 Slate 所有 From 這個table 那我剛好改了兩個地方 一個是呢 我只需要 兩欄 有沒有 一個是 我只需要前十個會員 那怎麼改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簡單的查詢 OK 所以第一個啦 那最簡單就是 Slate 信號 From 哪一個table 意思就是 把所有的資料調出來 那如果假設你不是要所有的資料的話 那我們可以再 針對 你要抓的哪個欄位 做一個 這個 這個改變 那後面的話還可以再加條件 試試看 我們